第1489集 夜晨跟随着戒空来到了一处寺庙遗址 发现寺庙破旧不堪 甚至连和尚都只有两个 两个和尚悲哀地看了一眼夜晨 夜晨一瞬间明白 这两个和尚恐怕也是被戒空强行带过来的 毕竟进入万魔之地 不光是魔族的机缘 灵武大陆的佛门强者 必然也是察觉到万魔之地的问世 不惜一切代价踏入万魔之地 并且直接来到了这最适合他们的神葬之地 戒空带着夜晨来到寺庙的大殿 正前方供奉的是一尊佛像 在大殿的两旁还有一些佛陀 十八神罗虚影 降龙伏虎 戒空跪倒在佛祖的身前 嘴中喃喃低语 如果不是当初戒空 大口吃肉喝酒的模样 夜晨还真以为他是一个得道高僧 夜晨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戒空也没有管 两个时辰后 他念完经 开口说道 施主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要么死 要么皈依我佛 如果不是戒空的实力强大 夜晨真的想要直接动手 现在他唯一的底牌 便是灵风神脉 这段时间存储的能量 但是在佛像面前 你光明正大的威胁真的好吗 这两个我都不选择 夜晨话音一落 拿出诸天神魔枪和兽袖剑 尽管知道戒空的实力强大 那他也要一战 戒空摇摇头开口说道 施主 你身上沾染着佛门因果 并且体内隐藏着佛力 为何不愿呢 夜晨笑而不语 整个人的身影骤然冲过去 赤尘血脉和神血加持 面对戒空他不得不拼尽全力来对付 戒空面无表情 在夜晨冲过来的时候 他凌空一指 夜晨的身影瞬间定格 戒空来到他的身边 开口说道 我给你足够的时间思考 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 贫僧来自神国的佛门 若不是万魔之地开启 我才不会来这里 你我相遇也算是缘分 你若是愿意跟随我踏入佛门 不用一年 我便能助你踏入封门境 并且十年能让你达到太虚境 在戒空看来 灵武大陆的舞者想要突破封门 时间太久 唯有神国才能帮夜晨做到 太虚境对灵武大陆的舞者 吸引力太强了 然而夜晨却是拒绝的 不必了 十年太久了 戒空一正 玄机冷哼一声 可笑 你不借助神国的力量如何突破 资源的差距可是弥补不了的 算了 晚点我再来找你 你别妄图破开我给你设下的禁制 这是属于神国的禁制 说完 戒空便消失了 等戒空离开之后 夜晨闭上眼眸 灵风神脉运转 灵风神脉还有一个作用 便是破开禁制 哪怕神国的又如何 戒空射下的禁制瞬间消失 夜晨不再犹豫 施展风雷一闪直接离开 而此刻的戒空显然发现了什么 脸色极度惊悚 他设下的禁制居然被破开了 怎么可能 那小子不过是星翘警 很快 夜晨便找到了沐烟 沐烟 我们马上离开 夜晨 你没事吧 沐烟来到夜晨的身边 关心地问道 夜晨摇摇头 除了有些惊险以外 但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他深知 戒空已经发现自己离开 若是未找到 必然棘手 不再犹豫 夜晨和沐烟 急速向着龙骨之地而去 然而只不过百里的距离 夜晨的身后 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施主请留步 夜晨脸色一变 真是阴魂不散呢 既然被戒空追上 他也不打算逃跑 没有必要 在戒空的手中 他们逃跑就是一种奢侈 他凝视着戒空开口道 前辈 我与佛门无缘 若是前辈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我 我不介意和前辈同归于尽 此刻夜晨的眼眸泛着冰冷的沙意 对上戒空 他还真不拒 只是他不想浪费那凌风神脉 好不容易汇聚的力量 戒空微微一惊 他在神国看到过夜晨的这种眼神 对方真的有底牌重创自己 甚至杀死自己 这可是灵魂大陆的星窍镜啊 他有什么自信 压制住内心的震惊 戒空开口道 既然如此 戒空也不为难 不过戒空有一事相求 戒空愿意以任何条件为代价 夜晨 谋子一沉 有些搞不清这戒空的想法 不过他倒是想到了那三位金佛 说不定 这戒空就是那三位金佛的机缘 施主 我需要你去天佛寺遗址 获得进入佛窟的机会 我本就是神国天佛寺的人 上古邪魔降临 魔帝和诸多佛门共同镇压邪魔 其中就有上古天佛寺 这次我从神国来便是要取一枚舍利 你若愿意帮我 我戒空便欠你一个人情 任何人若敢动你都必须从我的尸体上踏过 夜晨谋子凝重 戒空的实力虽然不支 但绝对强于魔影 甚至有可能在太虚巅峰 若是有这种人的保护 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他思考片刻还是道 你都无法夺得舍利 为何你确定我行呢 戒空笑了笑认真道 我的境界固然强大 但是却不具备越级战斗的能力 想要进入佛窟 一切的压力来源于闯入者的实力 我的实力面对斩恶境失败了多次 你不一样 你的实力面对的顶多是封门巅峰 而你刚才能威胁我 破开我的禁制 并且你身上的战意滔天 绝对可以撼动封门境 甚至是半步太虚境 你是我夺得舍利的唯一可能 夜晨犹豫了数秒还是点头 好 我暂且答应 天佛寺的位置在神藏深处 基本上不会出事 魔族的武者来到神藏之地 虽然会抢夺宝物 但是从来不会进入天佛寺里面 天佛寺在神藏之地 就是巨无霸的地位 一路上有戒空在 也没有任何武者敢出手 除非活得不耐烦了 路途中 夜晨也明白了戒空为何如此 那是他师父作画留下的舍利子 他也知道 戒空当初是天佛寺的弟子 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 被驱逐出去 众人来到天佛寺的大门 发现两个扫地的小僧 看到戒空的时候 眼神都在变化 赶紧把方丈给我叫出来 戒空大大咧咧地开口 两个扫地小僧苦笑一声 也没有多说什么 走进寺庙里面 戒空来天佛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基本上里面的僧人 全部都认识他 没办法 名声太大 当初戒空本来有资格 成为下一任方丈 可惜做错事情 才会被驱逐出去 关于戒空的事情 已经成为禁忌 不允许任何人讨论 戒空带领着夜晨 走进寺庙里面 肆意找到一处地方坐下 不多时 天佛寺的方丈 出现在夜晨和戒空的面前 在方丈的身旁 还跟着两个和尚 方丈看到戒空 眼睛里面闪过一丝无奈的神色 这一次你还要带领僧人 挑战那上古神罗阵 我看你还是回你的神国吧 那舍利注定你带不走 我们还要继续镇压邪魔 不想在你身上花费太多的时间 戒空眼眸闪烁没有说话 方丈看了一眼他旁边的夜晨 随后开口说道 算了 跟我来 木烟留在外面 夜晨跟随着方丈他们 走进一处大殿里面 在大殿之中 阵法气息极其浓郁 并且阵法中央有18名僧人虚影 全身上下都是金色 手中拿着灵棍 夜晨看了一眼眉头一皱 这18个僧人虚影极其诡异 并且竟然达到了半步太虚 若是18人结合阵法 释放的力量绝对超过太虚境 戒空如果闯阵 那要面对的18道虚影 就可能是18位太虚巅峰 乃至斩恶 这怎么可能赢 天佛寺能够成为 神脏之地最强的存在 夜晨不敢小瞧 果然戒空安排的事情 没有这么简单 戒空脸上也是闪过一丝担忧 他本以为这18道虚影 对于夜晨来说 都是封门中期 却没想到直接半步太虚 18位半步太虚 夜晨真的能赢 希望这一次不会让他失望 夜晨也不废话 向前一步拿出兽朽剑和诸天神魔枪 十八神罗虚影立马围住他 手中的灵棍落在地面上 爆发出沉闷的响声 响声能够影响人的心智 让夜晨有些警惕 随后身影骤然冲过去 不朽剑一凝聚在兽朽剑当中 枪翼化成一条金龙重杀过去 夜晨打算逐个击破 先对付一人再说 然而他的想法 很快就变成一个错误 十八神罗虚影一出手 仿佛心灵相通 每一个人挥舞而出的灵棍 速度丝毫不差 他们早就已经形成默契 夜晨想要逐个击破的话 根本不可能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除非夜晨能够一瞬间 击败十八神罗虚影 十八神罗虚影 挥舞出灵棍的时候 呼呼声微 破空的声音传来 夜晨整个人的身体 飞向虚空 在他飞向虚空的一刹那 兽朽剑爆发出一道 极致的剑光冲杀过去 斩天之剑 焚天之剑完全不够 夜晨直接祭出第三剑 万古惊雷剑 在剑光冲过去的时候 十八神罗虚影 抬起灵棍 形成一个防护罩 一剑落下 十八神罗虚影 没有丝毫的动弹 狂暴的法则 在夜晨的体内 不断的流动 周围的温度 一瞬间下降 二剑情 分枚